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Chill第1食的Levin 今天是星期六 我下街吃飯看到樂天王朝有個半價優惠 這個優惠是由每天下午2點半至5點 所以我立即進來試試 以及立即上載影片和大家分享 以下有四類食品可以享用到半價優惠 分別有小籠包 點心 湯蕾 涼菜 和拉麵 進來看見有師傅在包小籠包 所以我立即就點了一個白色小籠包 試試它好不好吃 這排種口味分別有原味 青瓜 鵝肝 黑松露 芝士 蟹粉 蒜香 和四川 我覺得這個白色小籠包肯定是樂天王朝的代表作 因為你看到它食材繽紛 其實真的很獨特 我第一時間就夾起了我最喜歡的蟹粉小籠包 一夾上手的時候 發覺小籠包都挺重 應該都有多少湯汁在裡面 終於到拆禮物的時間了 嘩 大家猜一下多不多汁 Round 1 Ready GO 嘩超誇張 超爆汁 整碗都是 另外我還點了海捷頭生煎包和船泥白肉 我叫這個蒜泥白肉 其實是讓它把照片吸引著 幸好沒有照片的情況發生 相碰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點擔心會不會很辣 但幸好吃到蒜蓉味最主要 辣味只有一點 我覺得都挺嫌味 味道不錯 這個海捷頭最主要是吃醬汁 它的醬汁調到很鮮味 有一點甜甜的 挺開胃 這個海捷頭下面是青瓜 夾上青瓜吃 我覺得是挺清新 挺爽口 這個生煎包是令我最失望的 因為其實它是這間店的名菜之一 但是我發覺 當我夾開生煎包 捉穿它裡面的時候 其實它就一點醬汁都沒有 基本上是乾陣陣的 完全是做不到生煎包的外脆內緣 和有醬汁的口感 我覺得它做得都很失敗 這個鍋貼我覺得不過不失 其實它沒有翡翠絲綠包做得那麼好吃 因為我覺得吃鍋貼 最重要就是它的脆皮 夠不夠脆 那我吃下去 我覺得它的皮 不是特別好脆 而裡面舊肉來說 也不是說很多肉汁 嗯... 普普通通的這個我覺得 半價了也要230元 比我想像中貴 以這個價錢 食物質素好是應份的 但如果沒有半價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吃肥脆拉麵 大家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Chill底食的頻道 明天我會吃WHOTEL的星宴 很快就會上片 下次見,拜拜!